在介绍Vlog基础知识之前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本书的作者夏宜文教授 夏老师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自控系 计算以技术专业 四十多年来一直从事清入式数字系统的设计研究 曾作为访问学者在国外研究多年 有深厚的理论基础与实践能力 1995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EDA实验室 在其后的十几年间 为行情部设计了多个复杂的数字电路 2006年受聘于神州龙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担任技术顾问 夏老师在几十年的工作中编写和翻译了多本书籍 为我国的集成电路设计行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下面呢我们就开始介绍他的Value数字系统设计教程 这本书 首先我们要讲解的是Value数字设计的基础知识 在数字通信和自动化控制等领域的高速发展 和世界范围的高技术竞争 对数字系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比如说现在手机变得越来越小 它本能照相看电视听音乐什么都行 它怎么能做到这些呢 推动力其实是人的一种欲望 而技术的基础就是工艺集成 现在集成电路的工艺已经走到了45纳米 甚至美国正在做32纳米工业化的研究 在美国的实验室里正在研究15纳米的技术 那么设计技术就要相应的跟着变化 ASIC的库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小 在国内有130纳米的库 90纳米的库台湾有 估计很快就被传到国内 近十年来工艺发展非常快 而电路设计却相对比较落后 因为电路设计需要很多人的传造性的劳动 现在生活中的很多地方要用到数字电路技术 在数字系统中有一个共同的标准来统一数字电路描述 这就是能把系统设计工作分解成逻辑设计前端 电路实现后端和验证三个独立而有相关的部分 由于逻辑部分是相对独立的 跟工艺没有关系 工艺实际上跟后段实现是有关系的 还有验证 验证分为两个 一是逻辑验证 而另一个就是板头级的验证 逻辑验证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而板头级的验证则是比较抽象的 制造时候有工艺的差别 先进的工艺是很昂贵的 如果是做IPD的话 相对来说就不是很复杂 由于逻辑设计的相对独立性 我们就可以把专家设计的各种长运的数字逻辑电路和组件 介绍红单元或者是IP盒等 它们是放在库里供设计者引用的 实际上设计者在设计的时候 可以用一个名字去引用它 或者是在仿真的时候 看一下它的行为模型 还可以在IPD上把网表放上去 但是这个网表不是死的 它可以配置一些参数 比如说原来是8位的总线 我们可以通过参数将它配置成16位等 这样对我们的设计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上有很多的IP OpenCourse上面也有很多的IP 但是它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如果要用到工业生产上 还需要自己去验证 Vlog和VHDL这两种标准顺应了历史的潮流 因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接下来我将折重讲解这两种HDR语言的发展历史 硬件描述语言 英文缩写为HDR是一种用形式化的方法来描述数字电路和系统的语言 为什么说它是一种描述系统的语言呢 因为它可以描述一个很复杂的行为 比如说写一个芯片的模型 这个芯片可以是还没有制造出来 只要有它的说明书 我们就可以写出它的行为 这些东西用HDR写起来非常的方便 用HDR进行设计的流程是 把设计模块化 从上层到下层逐层用HDR语言 描述自己的思想 然后利用EDA仿真工具 逐层进行仿真印证 必须把每一个小模块印证好了 才能保证它的设计的正确性 再把其中需要变为具体物理电路的模块 经综合工具转化为门级电路网表 接下去再用集成电路 或线上可别的门阵列 IPD自动物举物线工具 将网表转化为具体电路 在制成物理器件之前 很可用Vlog的门级模型 来代替具体基本元件 因其逻辑功能 延时特性与真实的物理元器件基本一致 所以在仿真工具的支持下 能验证复杂数字系统物理结构的正确性 使其图片成功率接近百分之百 我们通过仿真可以保证 在IPD上没有问题 唯一的问题就是在长时间运行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错误 比如说一个程序在IPD上运行三天后 出现了一个数据错误 这就比较麻烦了 可能是电源的问题 如果是电路出现了问题 一般是出现了一个问题后 它还会连续出现其他的问题 这要看具体的应用情况 有的情况下 不要求每个数据都是正确的 就像头像传输出错几个数据 问题不大 但如果是银行系统出现了一个数据的错误 那可就严重了 它一般有多次的核对和校验 保证出错的概率在千万分之一 这种就不光是靠通信信录的保证 而且还需要其他方面的保证 比如说软件方面的保证 如果在电路设计中用到一步时钟 那么保证数据不出错的方法 就是使用一步buffer Wireloger HDR是硬件描述语言的一种 用于数字系统设计 该语言允许设计者进行各种级别的逻辑设计 进行数字系统的仿真验证 时序分析 逻辑综合 它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一种硬件描述语言 Wireloger HDR是美国一个叫Morby的人发明的 它的工作基础是源于一个英国教授的一篇中文 1989年Candis公司购买了Wireloger版权 1990年 有关Wireloger HDR的全部权利都已交给OVI 1995年 Wireloger IEEE 1364-1995标准公开发表 2001年 发布了Wireloger IEEE 1364-2001标准 2005年 System of Warloger IEEE 1800-2005标准的公布 更使得Wirelog语言在综合仿真验证和模块重用等方面有大幅度的提高 VHDR英文全名为VHSSE Hardware Description Language VHSSE是Very High Speed Integrated Circuit的缩写词 意为甚高速集成电路 所以VHDR其准确的中文译名为 甚高速集成电路的硬件描述语言 它是美国国防部的标准 Wireloger要比VHDR的用户多 因为它比较容易学习 通过20个学识的学习 再加上一段时间的操作 一般可在两到三个月内掌握这本语言 掌握VHDR就稍微难一些 要有A站的编程基础 一般需要半年以上的专业培训才能掌握 System of Warloger 标准的推出 使Wireloger在各个级别的建模上都优于VHDR 它不但是Wireloger的可综合性能和系统仿真性能有大幅度的提高 而且在IP重用方面也有重大的突破 IP重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 C语言为什么好 因为它有很多的库 可以很方便的调用 Wireloger语言作为HDR设计方法入门和基础是非常合适的 掌握它的建模 仿真 综合 重用 及验证技术 可以使大家对数字电路设计有进一步的了解 而且可以为以后的大型设计 打下真实的基础 在这里要给大家介绍几个在Wireloger设计中非常重要的概念 软核 固核 和硬核 软核是指功能经过验证的 可综合的 实现后电路结构总门数在5000门以上的WirelogerHDR模型 而固核是指某一种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及MPGA器件上实现的经验证是正确的总门数在5000门以上的电路结构编码文件 硬核是指在某一种专用集成电路工艺的器件上实现的经验证是正确的总门数在5000门以上的电路结构板头眼膜 软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的灵活性 它很容易记住EDA综合工具与其他外部逻辑结合为一体 相比之下 固核和硬核的灵活性就比较差 特别是电路实现工艺技术改变时更是如此 近年来工艺发展速度相当迅速 为了积累逻辑电路设计的成果 发展软核的设计和推广软核的重用是非常有必要的 几十年前 硬件设计主要依赖于手工化缘里头 设计的规模一般较小 现代集成电路制造工艺技术的改进 使得在一个线列上集成数十万乃至数千万个器件成为可能 要设计如此大规模的系统 必须有一套设计方法 目前主要有字顶向下和字底向上的设计方法 字顶向下的方法是从系统去开始 把系统划分为基本单元 然后再把每个基本单元划分为下一层次的基本单元 一直这样做下去 直到可以直接用一笔原件库基本原件来实现为止 字顶向上的设计在某种意义上讲 可以看作是字顶向下设计的逆过程 虽然设计也是从系统级开始 即从设计处的竖根开始 对设计进行轴重划分 但划分时首先考虑的是单元是否存在 即设计划分过程必须从已经存在的基本单元出发 设计是最末之上的单元 要么是已经设计出的单元 要么是其他项目已经开发好的单元 或是可以外购得到的单元 两种设计方法各有优缺点 一般来说 复杂的数字逻辑电路和系统设计过程 通常是两种方法的结合 设计时需要考虑多个目标的综合平衡 使用Vallog设计开发的流程是这样的 首先要有一个设计规划 就是系统所要完成的功能和模块的划分 接下来就是使用Vallog语言 对各个模块进行RTL及描述 然后通过仿真工具 对所写的模块进行功能法真 看其功能是否正确 如果不正确 就要对设计的代码进行修改 直到功能正确为止 等到功能正确后 通过综合工具 将RTL及代码 转化为门级的网表 然后再通过仿真工具 对门级电路进行仿真 因为门级的网表是有期间延时的 所以要观察仿真的结果 是否符合时序规范 处理的方法 同功能仿真是一样的 这一步完成后 就要利用IPD厂家的工具 进行布局不限了 不同厂家的库是不一样的 要选择你所使用的IPD厂家的工具 这步完成后 要进行仿真 检查起功能是否正确 如不正确 可以使用静态时序分析工具 查看时序结果 如时钟建立 保持时间和预渡等 不满足时序的话 要返回去修改Vlog代码 等到所有这些步骤都完成后 就可以将不久不限后生成的下载文件 下载到IPD芯片中去了 用Vlog HDR描述的电路设计 就是该电路的Vlog HDR模型 也称为模块 Vlog模型可以是实际电路不同级别的出现 这些出现的级别和它们所对应的模型 共有五种 分别为系统级 算法级 RT22级 门级 和开关级 电路设计的过程实际上是从顶层到底层的过程 系统级是用语言提供的高级结构 能够实现在设计模块的外部性能的模型 算法级是用语言提供的高级结构 能够实现在设计模块的外部性能的模型 RT22级是用来描述数据在计算器之间的流动 和如何处理控制这些数据流动的模型 门级是描述逻辑门以及逻辑门之间连接的模型 而开关级是描述器件中三极管和存储节点 以及它们之间连接的模型 系统级 算法级 和RT22级 都属于行为描述 系统级 算法级和具体的硬件实现没有任何的关系 只有RT22级才与电路有明确的对应关系 门级和开关级建立的系统模型 我们称为结构模型 它和具体的电路有对应关系 设计人员可以采用自顶向下的设计方法 建立系统的行为模型并验证 然后再用结构模型的原代码 计划行为模型的原代码 并对结构模型验证 用同一种语言完成各个设计阶段的任务 RT22行为描述语言 做了一种结构化和过程化的语言 其语法结构非常适合于算法级 和RT22级的模型设计 这种行为描述语言具有以下功能 第一 可以描述顺序执行或定型执行的程序结构 它和C语言不同 因为它不仅有顺序执行的语句 比如begin end 而且还有并行的语句 例如fork joint 第二 用延迟表达式或事件表达式 来明确的控制过程的启动时间 可以在行为描述里增加延迟 来表示数据的传输延迟 当然这些延迟是不可综合的 第三 通过命名的事件来触发其他过程中的激活行为或停止行为 Raillogger里可以有事件触发的语句 比如always语句等 第四 提供了桥件 if else case 循环程序结构 第五 提供了可待参数 并且非零延时时间的任务程序结构 一个复杂的程序 为了我们能够更方便的读懂 我们就可以使用task 因为任务可以起一个很新鲜的名称 使人喊好的理解 第六 提供了可定义新的操作辅导函数结构 方克审 第七 提供了用于建立表达式的算术运算 逻辑运算术 逻辑运算术 未运算术等 Virlog HDL语言 作为一种结构化的语言 也非常适合于门级和开关级的模型设计 接下来 我将通过一个简单的Virlog HDL程序 让大家了解Virlog模块的特性 这是一个二选一多路选择器的例子 我们采用RTL级对其进行描述 从程序中 我们很容易理解模块Max2的作用 它是一个二选一多路选择器 输出Out与输入A一致 还是与输入B一致 由SL的电评决定 当控制信号SL为非时 输出Out与输入A相同 否则与B相同 这条语句表示只要SL或A或B 其中只要有一个变化时 就执行下面的语句 这次我们采用门级的方式 对二选一多路选择器这些描述 从电路头中 我们可以很容易的看出它完成的功能 我们再来看一下程序 程序中的Not,And和All 分别表示非门,与门和货门 警号一表示门输入与输出延时 一个时间单位 程序中的U1,U2,U3,U4 与逻辑图中的逻辑元件对应 表示逻辑元件的实例名称 这里面还要给大家介绍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综合啊 综合是指通过计算机运行的工具 将RT2级转化为门级的过程 门级和RT2级完成的功能是相同的 Valeg很可以用来描述变化的测试信号 描述测试信号的变化和测试过程的模块 叫测试平台 它可以对上面介绍的电路模块 进行动态的全面测试 通过观测被测试模块的输出信号 是否符合要求 可以调试和验证逻辑系统的设计 和结构正确与否 发现问题及时修改 测试是非常有用的 Valeg最大的好处 就是可以用来对自己所做的设计进行验证 下面我就以上面的二选一 多路选择器为例 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测试程序的编写方法 首先要规定仿真的时间单位 从程序中我们可以看出 仿真时间单位为1纳秒 精度为1匹秒 下来就是测试基地端口的说明 把我们所要用到的输入信号 定义为REV型 输出信号定义为Val型 接下来就是对输入变量进行复制 用于产生测试的数据 这部分程序通常是写在initial模块里面的 最后就是对被测试的模块进行实力化 因为我们要对Max2模块进行测试 所以就需要对Max2进行立化 程序中的点表示钻口 后面紧张的是钻口名 这里必须注意的是 这个钻口名必须和Max2模块中的钻口名一致 括号后的信号名 必须和本模块中的钻口名一致 这里显示的是立化方法 建议大家使用这种方法 关于Valog HDL基本知识方面的讲解 我们先讲到这里 在后面的视频中 我们将提供更加丰富和详尽的Valog视频教程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公司的网站 www.zlgmcu.com 如果大家对今天 感谢